大家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持续收到高压回流 以及偏南风的影响 我们台湾天气都还算是不错 云量没有很多 大致上都可以看到阳光 而且中午的温度也还蛮温暖的 但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有一道方面云气在明天晚上的时候 就会南下影响到我们台湾了 从这个风的流向图上面可以看到 在中国长江流域这附近 以北有这个偏北风 正逐渐把北方的冷空气给带下来 在南边有东南风 转成西南风 把暖湿空气给带上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明显的风切带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风面的位置 那么预估这波风面云气 在明天的下半天开始 大概下午到傍晚的这段时间 风面云气就会逐渐接近我们台湾的陆地了 明天晚上风面云气逐渐通过台湾之后 冷空气也会随之南下 所以提醒大家明天晚上将会有一波天气的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在天气状况的部分 明天晚上风面云气逐渐南下之后 一直到礼拜四的上半天之前 我们台湾附近的云量都会比较偏多 礼拜四的下半天开始 云气逐渐通过之后 会转成比较干冷的天气形态 所以明天晚上到礼拜四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 尤其是在阴风面的北部 东北部跟东半部 我们从外几天下雨的范围的图上面就可以看到 几乎都是在北部 东北部跟东半部 尤其礼拜三跟礼拜四是水气量 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两天 但是整理来说 这波风面云气南下的水气量 不算是很多 所以大致上就是云量偏多 有一些短暂的飘雨或是小雨发生的可能性 那么在风的部分 这两天风数是比较微弱 这种情况之前要特别留意 就是中南部的空气品质 因为空气污染物容易堆积 明天晚上开始 东北季风南下之后 也要注意以下 可能会有一些境外的污染物进来 另外在东北季风增强的时候 也要特别留意 沿海地区的风数比较大 还有在封面北部 东北部跟东半部的都会区 也要注意风数会比较大的情况 所以提醒大家前往海边活动 从事海上作业都要特别注意 风浪会比较大一些 另外来看一下在温度的部分的话 今天跟明天都还算是比较温暖 但是明天晚上开始 可以看到零度的等温线 会逐渐跨过中国的长江流域 来到中国东南沿海这附近 我们台湾也会逐渐受到影响 所以在明天晚上开始 一直到礼拜四是这波冷空气 影响我们台湾最显著的时候 也就是最冷的时候 预估在我们中部以北的空旺地区 最低温有可能会下降到只有10度 要特别注意保暖 来看一下外景天我们北部的天气 跟温度的趋势 可以看到阳光的这个时间 大概就是明天的白天 不然就要等到礼拜五或是礼拜六了 所以洗下衣物的话 可能就要赶快把握明天白天 明天晚上开始 一直到礼拜四 云量都比较偏多 降雨几率也提高来到30%到60% 温度的部分的话 明天还是比较温暖 有16到25度 礼拜三开始温度就往下降了 预估低温就有13度 中午高温大约就有17到18度 那么南部的话 可以看到未来五天天气都还算是晴朗稳定 就礼拜四的云量比较偏多 降雨几率有30% 温度的话 明天也是比较温暖 有18到27度 礼拜三开始也会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 低温会下降到只有15到16度 中午高温大约就有21到23度 所以我们要为大家整理几个这几天的天气上面的重点 明天下午开始风明云气就会南下了 明天晚上东北气风也会逐渐增强 北部跟东半部会转成有雨的天气形态 温度也会逐渐往下降 提醒大家要记得期待雨具 以及增添保暖衣物 那么礼拜三清晨 还有礼拜四清晨是最冷的时候 预估中部以北 有机会下滩到只有10度 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保暖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感谢观看